有一个网友说他当年是在一个非常不错的私立中学读的高中 那个学校收的分数很高 据说少一分就得6000块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花钱把子女送进来 其中最夸张的是有一个同学差了50多分 很显然这个哥们家里非常有钱 一个高中生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接近1万 而且平时非常的豪放 灰金如土仗义蔬材 每次请这个网友去逛商店或者吃东西 都要花上上百块 所以呢咱们姑且管这个哥们叫富二代 这个网友说呢 后来他和这个富二代混得很熟了 经常一起去网吧玩游戏 而且还经常是逃课去的 大部分都是这个富二代请客 有一次半夜他们翻墙出去上网 没想到被班主任逮个正着 他们班主任呢就把他们俩带回学校 批评了那个哥们几句 然后就把他放走了 然后就把这个网友留了下来 留在办公室里让他写检查 这个网友当然就很气愤 他就跟班主任说 我和他一起偷摸出去上网的 凭什么就我一个人写检查 没想到这个班主任说 他爸爸是干什么的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他爸身家上亿 住着别墅 你爸只是个做小生意的 于是呢 这个网友听完以后就更加的气愤 他说难道就是因为他家有钱 所以才区别对待吗 你既然是老师 就应该讲究一个公平公正吧 这个班主任就跟他说 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公平 但是等你毕业出了社会 谁跟你讲公平 他就算考不上大学 子成副业都能吃喝不愁 而你呢 你如果考不上大学 你将来靠什么吃饭 靠什么生活 你有啃老的条件吗 这个网友听完之后啊 就哑口无言 觉得心中有火 但是呢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发泄 不过若干年之后 班主任的话 真的是得到了证实 那个富二代高考的确没考上 然后直接进了他爸的公司 这个网友拿着大学毕业证 四处找工作的时候 那个哥们已经成了所谓的上流人士 开豪车 住别墅 出国度蜜月 这个网友经过多年的奋斗 也算是事业有成了 可是却发现和那个哥们 依然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那个哥们已经是多家地产公司的老板 儿子同样也是读的私立 贵族学校 平时上的课外兴趣班都要几百块一个小时 于是呢 这个网友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想法 他觉得富人家的孩子 只要不犯大错就可以成功 而穷人家的孩子 首先需要不断的努力 这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还需要加上一些好运 于是这个网友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内心都感觉到不平衡 每当看到那些衣冠楚楚 道貌岸然的所谓成功人士 心中都有一点不屑 觉得他们主要是靠父母 一直到后来 那个富二代生了二胎 给这个网友发情帖 让他去喝满月酒 这个网友本来是不想去的 但是后来俩人在街上偶遇了 人家再三邀请 他也不好意思拒绝 但是去喝满月酒的那天 这网友呢 故意穿得很寒酸 不修蝙蝠 到了饭店之后 居然发现 他们当年的班主任也来了 班主任已经白发苍苍 招手呢 让他坐到旁边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的时候 那个富二代的父亲 就是孩子的爷爷 过来敬酒 说感谢老师当年的栽培 这个网友听完之后 就心中暗笑 于是呢 他也敬了那个哥们的父亲一杯酒 说你儿子现在也飞黄腾达了 以后我们都能跟着张光 他班主任呢 就感觉这话的语气 似乎有点锋芒了 知道他可能喝多了 就赶紧拉了拉他的衣角 不让他再说出什么出格的话 没想到这个富二代的父亲笑了笑 把酒是一饮而尽 拍拍他的肩膀 跟他说 同学之间相互帮助都是应该的 毕竟你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这个网友又倒了一杯酒 说曾经是很好的朋友 但现在难说 因为都不在一个圈子了 估计也玩不到一块去了 他们班主任呢 就一下子就把他摁到这个椅子上 用当初上学时候那种严厉的语气 跟他说不要再喝了 再喝就要胡说八道了 等吃完饭准备走的时候 没想到那个富二代的父亲 又追了上来 手里拿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 递给这个网友 跟他说天太冷 你穿的太少了 别感冒了 这个网友 这个时候才注意到 这个富二代的父亲 手上有一层厚厚的茧 手臂上也有很多疤痕 像是那种被烫伤的疤痕 回去的路上呢 他们班主任就给这个网友说 其实那个富二代的父亲 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 当年厂里失火 他就冒死抢救出来重要的机器 然后才被领导重用 再加上赶上了时代的风口 最后一步一步做起来的 而那个所谓的富二代 其实也比想象当中要努力很多 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经常是白天黑夜连轴转 否则他也根本守不住加热 我看完这个哥们分享的这段经历呢 就突然明白 为什么人过中年之后 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 不再幻想 也很难真正的快乐起来 因为随着成长 你会明白很多道理 比如人过中年之后 你会明白很多东西 其实很难跨越 第一代能够混出来的 都是胆子大 运气好 并且还有能力 从宏观来看 优秀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但区别在于 谁更加的幸运 先聊这么多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 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